顾小姐 你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 一定要注意修养身体 顾安人 你竟敢害可 妈 别恨我妈 妈 我求你 我怀孕了 你也是做武器 你能不能为我想想 我们家司宴 怎么可能会碰你这种脏东西 说 你怀的到底是谁的业种 顾安人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们家司宴 怎么可能会碰你这种脏东西 你怀孕了 你放开 你有什么资格推开我 傅司宴 就算我生下了你的孩子 你也不会爱她 我没有合约 我是骗妈骂她 好你个顾安人 慧妆可怜了是吧 你别这样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 我们离婚吧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傅司宴 我们离婚吧 放心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离婚协议我的钱好了 你当我傅司宴是什么 啊 说离婚就离婚 说结婚就结婚 顾安人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啊 很久 trunk 酷 真好看 爸 妈 李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 麻烦你们之后 让思艳签一下吧 安然 拿着吧 不用了吧 你走之后 可儿会和思艳成婚 你就别回来了 拿着吧 谢谢吧 我走了 妈 顾安然 我不会顺你一千字的 为什么 跟我离婚了 你不就能光明正大地和顾可儿在一起了吗 我的婚姻凭什么听你一个人的说辞 我跟顾可儿本来就是光明正大 你才是那个插足的贱人 放心 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们了 顾安然 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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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儿子 这是高热精卷 需要马上治疗 好 我看谁敢救这个野种 今天没有我的允许 所有医院 不许接诊这个野种 是 傅思艳 求你 你有什么事撞我来 救救我孩子 五年前 五年前你走得古断 现在怎么沦落成这副不值钱的样子 那是因为五年前 顾家给我出国的钱 都让顾可儿 姐姐 你别急啊 好好和思艳说说 当年你伤了可儿一条腿 现在想求我救你野种儿子 就好好用你的腿跪下来求我 我数到三 你若不跪 今天这个剑主必死 三 二 父上 我求你 救救我孩子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到底跟哪个狗男人生的儿子 值得你顾安然下跪求我 我辞议 他是你的孩子 父上 你让我跪我也跪了 现在可以救我儿子了吗 妈咪 准备治疗 我会找人好好看管你 至于你 滚回傅家自己受罚 否则这个剑主活不到门 自燕哥哥 我今天不舒服 不想家里有人来打扰 乖 好好修饮 嗯 伯安然 当初把你的钱都拿走了吗 你怎么没死在外面 傅思燕走了 你连装都不装了是吗 我不管你回来什么目的 今天你去傅家 必须把婚给我离了 五年了 还没有钱自萌 又是离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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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了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你以为你像个老鼠一样 躲起来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顾安然 你欠我她可一点都没话 傅思燕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 那孩子哪来的 那孩子哪来的 怎么 不敢说 难怪当时火急火燎的跟我离婚 这孩子看起来也不小 跑了之后生了 顾安然 爬上男人的床对你来说就这么随便吗 是 所以你就更没有必要跟我继续这个婚姻 顾安然 你可真见 嫁给我这三年 傅家供你吃供你穿给你傅太太的荣耀 加上你对可儿的伤害 这些算益欠我五百万 五百万 傅思燕 我已经不是顾家小姐了 五百万我一辈子都还不起 早上来傅家当保姆 可儿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 晚上吧 去夜经会陪酒 不出几个月就还清了 傅思燕 你要我去陪酒 不 这不就是你的特长吗 傅思燕 你让我去陪酒 这不就是你的特长吗 你不是要我放过你吗 还清债务立马离婚 若你不答应 我就对那个剑种下手 傅思燕 算我求你 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怎么 怕那个野种知道自己的妈是卖的 傅思燕 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才甘心 喂 陈医生 那个孩子 等等 我见 又是你 今晚到夜经会报到 明天那个野种 就能出院了 还有 就算你今晚喝成一个死人 明天早上八点 准时 来当保姆 傅思燕 你喝个喝 能不能在今夜天 安然 今天的客人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招待 知道吗 走吧 真是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安然 副少 你点的人 我可是给您带来了 难得看副少 今晚这么有兴致 不如 我再给您找几个姑娘过来 不用了 出去 拿着副少玩得开心 安然 好好陪副少 那我先出去了 没想到这一身 挺适合你 怎么 第一天出来不懂得卖 你不是挺有经验的吗 别用这个眼神看我 你是出来卖的 不是装纯的 我不是装纯的 阳西美分 没 About 你是出来卖的 不是装纯的 等等 不少 我敬你 喝完 这就对了 喝完它 喝完它今晚就不用陪我 你宁愿把自己喝死都不愿意陪我 你宁愿把自己喝死都不愿意陪我 顾小姐 你干嘛 别动 你干嘛 满开我 胡安然 你惹谁不好偏要惹我 这就是你惹我的代价 那边 走 放开 小妹妹 长得这么正点 来跟你跟着爽一爽 哈哈 他妈的头子老子了干死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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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砸死你 你 你 晕了 夹起来 住手 有人快跑 胡安然 无许你死胡安然 你 是不是知道我死了 你 就让他带走 你的那瞬间 成为我们的经验 胡安然 胡安然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许你死 胡安然 胡安然 你给我听好了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许你死 我 我要是死了 放过我的孩子 欠我的都没还 你敢这样窝囊的死去 我就让那个小千种与你陪葬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要废了你们医院 是 喂 立刻去查夜经会后门的视频 是 那女人是不少的什么人 不少居然一直守在抢救市民口 听说 是那个跑了的傅太太 是她 真是苦不要恋的 先是霸占别人身份 不许你说我妈咪坏话 不许你说我妈咪坏话 快走 杀你出来的 你对我妈咪怎么了 小兔崽子 我是在救她 他们说我的妈咪是你的太太 是真的吗 你认为呢 假的 你对她一点都不好 你昨天才欺负她 我警告你 你再伤害我妈咪 我就 这小兔 和我小时候那么像 你妈咪这五年 男人不少吧 我妈咪那么漂亮 喜欢她的人都排一场队 不过我妈咪眼光高 一般的男人她看不上 看来就算一无所有 也改变不了她攀龙扶凤的心 你不许说我妈咪坏话 那你告诉我 你爸爸是谁